爱心金库的秘密 第一章 天真的承诺 主角李成是一名活泼可爱的少年 从小就受到父母的溺爱 然而有一天 他的父亲却告诉他一个关于慈善的故事 父亲提到通过捐款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李成听得津津有味 尤其是当他看到小和苗慈善基金的网站时 里面有许多可爱的小孩照片 特别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 名叫小静 让他心生怜爱 于是 李成在父亲的鼓励下 掏空了自己的小金库 捐出了自己攒下的所有零花钱 签下了照顾小静的合约 承诺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学费和生活费 李成以为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他的生活也随着这个决定而悄然改变 第二章 初见小静 不久后 李成收到了小静的第一封信 里面有他的照片和简短的介绍 信中提到 小静在贫困的山村里生活 父母因为天灾而无法工作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护士 帮助更多的人 李成看着小静清澈的眼神 心中感到无比的自豪 决定全力支持他的学业 李成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一堆书籍 寄给小静 还时常通过信件交流 分享生活中的趣事 他发现自己渐渐地对小静产生了依赖 仿佛他成了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三章 无形的负担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成的生活开始变得紧张 他的父母对他捐款的是一无所知 李成也不敢告诉他们 每次看到小静的信 他就会想起自己的承诺 便不断地往慈善基金里砸钱 甚至节省自己的零用钱 让生活变得更加拮据 然而 随着小静的学业渐渐提高 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也越来越高 李成开始感到压力 他的心情变得越发沉重 第四章 出乎意料的惊喜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李成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中 看到了一位表演的女孩 竟然是小静 小静来到城里参加一个交流活动 李成感到无比惊喜 立刻决定去见她 她心中暗暗期待着两人能够面对面交流 当他们见面时 小静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让李成感到所有的压力瞬间烟消云散 他们一起聊天 一起分享 甚至一起参加了活动 仿佛两人的心灵再次连结在一起 小静告诉李成 自己一直在努力学习 期待着未来能成为一名护士 帮助更多的人 第五章 家庭的冲突 李成的父母终于发现了他的秘密 对他捐出所有零花钱的行为感到震惊 他们不理解李成的想法 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应该 李成与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他们对他的未来感到失望 而李成则坚持自己的选择 认为这是他心中的责任 最终 李成决定离家出走 继续为小静的学业和生活努力 他的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坚信这是他选择的道路 第六章 逆境中的成长 在没有父母支持的情况下 李成开始打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费用 尽管工作辛苦 但他始终怀着一颗善良的心 努力将赚来的钱寄给小静 两人之间的联系依然坚持 李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小静的信 告诉他自己的成长与学习进步 而在小静的信中 李成还得知了小静的生活逐渐改善 学校的老师也开始注意到他的潜力 甚至为他推荐了奖学金 这让李成感到无比欣慰 第七章 意外的重逢 几年后 小静终于高中毕业 他的表现出色 获得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李成为他感到骄傲 决定亲自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在典礼上 李成见到了长大后的小静 他的美丽和智慧让他感到心嘴 毕业后 小静对李成的支持表示感谢 并主动邀请他去他的家乡参观 李成心中充满了期待 便跟随小静回到了他的故乡 第八章 故乡的情怀 在小静的故乡 李成感受到了浓厚的乡土气息 看到小静的家人和村民们都在努力生活 心中更是感慨万千 小静的父母非常感谢李成的支持 并邀请他一起用餐 在晚餐的时候 小静的父母告诉李成 小静的梦想不仅仅是成为护士 还想将来回到村里帮助更多的孩子 李成听后 心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决定未来能与小静一起 为更多的孩子提供帮助和支持 第九章 心意相通 在小静的帮助下 李成开始规划未来的慈善计划 希望能够创办一个基金会 帮助更多的贫困孩子接受教育 在这个过程中 小静始终陪伴在他身边 两人的关系越发亲密 李成告诉小静 他们可以一起回到城市 开始这项计划 并在小静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第十章 共同的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成和小静攜手推动慈善事业 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 李成的父母也逐渐理解了他的心意 并开始支持他们的慈善工作 小静的梦想在李成的鼓励下逐渐实现 两人一起努力 为更多的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 在一次活动中 李成站在舞台上 分享了他和小静的故事 并呼吁大家一起参与慈善事业 小静在台下默默支持 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光 第十一章 爱的告白 在一个浪漫的夜晚 李成向小静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告诉他他对他的感情 小静感动的答应了 两人开始了甜蜜的恋爱生活 他们不仅是情侣 更是彼此最好的伙伴 在慈善的道路上携手并进 结尾 新的开始 李成和小静在一起 继续推动慈善事业 并带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 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关于爱与奉献 更是关于希望与改变 他们相信只要心中有爱 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多的年轻人变得更多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美好